Sony XZ Permit 6月14日发布 近日索尼将发布新品于6月14日在台湾举行 但是产品是合物还没有公开 不过之前网上就开始传出 索尼即将发布年度期间XZ2 Permit 但是这款新机已经通过了公司一部的入网许可 据最新消息称 Sony Xperia XZ2 Permit采用了4K HDR屏加后置双摄 1900万主摄加1,300万像素复射 外观上这款手机延续了Xperia XZ2的设计风格 屏幕升级到了5.8英寸的4K HDR屏 机身采用了双面玻璃有线外形设计技术中方 组合设计前置刷压生器 还配备了最新的动态振动系统 机身支持IP65级的防尘IP68级的防水 规格配置方面 5.8英寸4K HDR显示屏 传统的16.9 相较于XZ2 Permit 在亮度方面提高了30% 配备SDR转HDR的技术 搭载高通校楼845处理器 内置6GB运行内存 和64GB存储控电 支持无线充电和后置式指约识别 支持Type-C介绍 内置3540毫安时变成量 支持QC420快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